而另一个战场是以哈冲突 发生到现在有将近3.5万人死亡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很多人的人生路径被彻底的改变 不过我们也看见一些充满希望的故事 像是有记者在战火中被迫截肢 不过他还是坚守岗位 还有牙医系的学生转行去当心理治疗师 希望能够疗愈更多灾民的心 另外有空手道的运动员 他从加萨逃难到埃及之后 也坚持要继续训练 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争亡 翻开厚厚日记回忆家乡生活 这是加萨牙医系大四学生萨尔玛 在战争期间唯一的精神支柱 在与家人一同逃难到埃及后 因为暂时无法完成学业 22岁的萨尔玛选择活用所学 兼职做起心理治疗师 帮助其他跟自己一样的难民排解压力 跟萨尔玛一样从加萨逃难到埃及生活的 还有空手道运动员梅斯 尽管亲人受困家园被毁 指导教练也丧生 但梅斯依旧不放弃梦想 坚持每天前往运动中心训练 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上赛场为国争光 同样是坚持理想 巴勒斯坦义战地记者萨米 选择穿上防弹衣 架起相机 坚守岗位 即便上月已经被战火波及 失去一条腿 他依旧咬牙坚持拄着拐杖 深入战火中心 用镜头记录下战争的真实面貌 对于受困在加萨无法逃难的居民来说 生活大不容易 住在汉牛尼斯的法拉斯蒂恩 不仅是七个孩子的妈 同时也是一名婚礼摄影师 曾经穿梭在各大婚宴场合 记录美好瞬间的他 如今因为战争只能跑下相机 在烈日下排起长队 领取一大家子人的每月饮用水 为养育小孩和生活而烦恼 约旦和西安城市捷宁 21日遭到以色列军队袭击 攻击行动持续整个上午 造成至少7人死亡 9人受伤 其中一名罹难教师是在上班途中 被以色列军人开枪击杀 尽管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场行动是针对 捷宁的武装激进分子进行打击 但许多当地民众 依旧相当气愤 表示不能接受 以军此犯暴行 与罹难教师同日丧生的 还有一名捷宁市政府医院的 外科医生奥塞易德 捷两名16岁以下青少年 据奥塞易德医生的同事表示 他是在医院附近 遭到以色列军人杀害 将病床上的病人 退出医院 医护人员和病患家属 提着大包小包 在满是碎瓦利的街头奔跑 21日 以军发射了三枚导弹 袭击了位于加萨北部的 卡迈勒阿德万医院 医护和病人紧急疏散 负责人萨菲亚回忆起 攻击发生时的情形 依然心有余悸 表示从没想过有一天 医院竟会遭到直接攻击 因为戴尔巴拉赫东部 遭到以军抛袭 加萨中部地区 唯一的阿克萨医院 23日又接受了大批伤患 和罹难者 据院内一名医师表示 在这次袭击事件中 共有12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因为这次被炮火攻击的地点 是当地一家商店 所以死伤者多为妇孺 目前 以军坦克仍持续向 拉法东南部前进 致使数十万巴勒斯坦人 被迫逃离家园 伤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中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PBS新闻网APP